歡迎大家看東岸生活誌 我現在是加拿大的東岸 我講了很多關於國際學生、移民的問題 或者講講市政府、省政府、大選的問題 今天講一個很多很多 尤其是廣東話KOL 講得很震撼的問題 股票、股市 我想我開台有五年了 未講過財經、未講過股市 在我的印象中可能 不過我真是很少講的 一來話到明 我不是什麼財經的人 我也絕對不可以說我是什麼專家 沒有得專家 所以這一個我不是叫 為買什麼股票 絕對不是 但是我講的就是這個 是潮的問題 很多香港人 就是要講潮的 什麼潮 我好記得 我讀小鱷的時候 那時候那些人就男生 穿那些牛仔褲 穿什麼褲都可以 喇叭褲 bell bottom 那是個潮 現在有沒有人這樣穿 我不知道 那時候 那時候 藍的都穿那些叫 platform shoes 真是高跟鞋 不是說尖的高跟鞋 連前面後面的全個都站上台 真是高幾寸 那些platform shoes 那些就夠潮了吧 這個是潮 我亦都記得 香港人有時候 排隊買樓潮 我也都見過 那時候真的排隊買樓 亦都有 很多很多潮 現在在香港 據我所知 就北上消費潮 每個weekend 週末 就北上 吃回你幾餐 很便宜 三分之一價錢 是否我不知道 我回香港的時候 我就沒有上過去吃過東西 我坐車 真的一個半小時就回來 真的看一看東西 就完全吃 完全買都沒有買過東西吃 真是一上一落 這樣 沒有消費 沒有北上消費 但是現在是北上消費潮 這個又是潮 無論如何都好 所以現在 我聽說 我不是在香港 我聽說 炒股潮 因為股市大升 或者是大跌 看看你哪一天 又說 一定要快快脆脆 做這個日子 我不是鼓勵任何人買 或者是賣股票 這個在我來說 你這樣做日子 一買一賣 不是三天先 是三分鐘先 一分鐘買第二分鐘就買 那些的話 實在這個就不是 不是投資 我說投機都不是 這個根本就是賭博 真的買大買小 我不知道 我沒有說去澳門賭博 所以不可以說了 無論如何都好 沒有 這個簡直就當股票市場 是大賭場 扔些錢下去 當股票市場是一個大賭場 扔些錢下去 看看幾分鐘之後 買了之後 買大是否開大 買小是否開小 千萬不要買大開小 現在這個是一個潮 看看今天升了 明天下跌 是嗎 是 有很多人還說 喂 真是躺身下去 你們怎樣用 怎樣賭你們的錢 你們的事 但是有一個 很重要的 只不過是奉冤 賭還賭 前期就不要借錢來賭 不單止是 如果真的輸的話 不單止是輸到 你的袋子那裡沒有了 還要輸得 還要還錢還息 這次都挺健 所以我見到這麼多YouTuber 都說要說一下股票 什麼都會跟這個潮來講一下 但是呢 我就真是 哈哈 就是憶朝 我就叫人 喂 小心點 按住 不要 真的 不要這樣說借錢 來買買買賣賣 如果不是 如果你要這樣賭下去的話 就不宜 真是 你給個Super thanks 把你打算多少給我幾元 我不用要你這麼多 我寧願說 如果你真的要賭 不如你也會輸的了 逢賭就必輸了 不如你就給個 Super thanks 讓我賭一點